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诚6加1》 接下来的第二号主人宫教见面 他是谁呢 马上回来 究竟是什么职业让人浮想连天 又是什么让吴小龙夺路狂奔 不要走开《非诚6加1》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诚6加1》 我是李永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二号主人宫 吴小龙 和普通的城市青年一样 吴小龙喜欢意见联 喜欢姚明 看NBA比赛的时候一样会激动 但是吴小龙的工作却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 每周一一早上班 吴小龙都会大费一番周折 首先他会先去菜市场买菜 差不多了 多餐一下 这一大包别再装了 瞧这份量 咱都快成二道贩子了 拎着大包小包 吴小龙上了开往郊区的小公公 他到底要去哪上班呢 四方 路迢迢 水长长 蜜蜜茫茫茫 一春又一桩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 天不荒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路上的行人是越来越少 吴小龙却走得越来越卖力 他到底是去哪儿 做什么工作呢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 天不荒 你好 吴小龙 你好 颖哥 你好 大家好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啊 真的 这吴小龙究竟是做什么工作 帮他短片的结尾也是 我熬了一大滚菜 不知道干嘛去 大家猜猜吴小龙是做什么工作的 来 用一下 准备 保姆 他说的幼儿园保姆 幼儿园保姆 幼儿园老师吧 保育员 保育员 你觉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卖菜的 卖菜的 喂牛的 喂牛的 再问最后一位朋友 你觉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挤牛奶的 挤牛奶的 多少个职业都出来了 让吴小龙自己跟大家介绍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刚才大家猜的也是五花八门了吗 我来告诉大家 我的职业是 我是一名冲官 冲官 我现在在 三西省大同市 新荣区 花园同乡 常盛装充担任 村委会主任助理 谢谢 我代表现场的观众朋友好 想问问你对你们村的这个熟悉情况可以吗 可以 来 各位村 村什么 村委会主任助理 村委会主任助理 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村长助理 对吧 对用行政级别是村委会主任吧 对对对对 村委会主任助理 你们这个村有多少户 我们这个村有29户 我们这个村有29户 多少人 有 哎呀勇哥我也看你我请上啊 你别这样看我 你这个村 村 我们村 刚才让勇哥也看我心里直发毛啊 我还是看大家吧 我们村一共有92户 92户 多少人 人口是280人 多少个男的 男的有150吧 多少个女的 女的有130 她们都多大岁数 她们都多大岁数 啊 勇哥 你要让我问一下 平旧年龄还可以 问每个人多大岁数 这个有点难吧 村官啊 有不知道的地方哈 那咱们问问这个 那里的这个农业建设情况 这个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以可以 你们那里的这个耕地啊 耕地啊 耕地有多少亩 我们那里的耕地 总共有1970多亩 主要种的农作物是什么 主要种的农作物是土豆 还有玉米 还有就是一些小杂粮 哦 就土豆和玉米来讲 每户农民 每年收获多少颗土豆 多少40V 大家听到没 勇哥问的这个问题 专业性太强了 这村官还有不知道的啊 不难为你了 刚才那问题的确是啊 太细太细了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吴小龙啊 他的这个工作状态 作为村里唯一 会用电脑的村干部 吴小龙每天都要从网上摘录 种植养植信息 利用村里的广播 读给村民听 雪域开发的玉米品种 非常适合大同地区来种植 这个是同单的34号 这个玉米的困境就是 周高是270公分 周高110公分 村委会是在炕头上开的 会议结束以后 村之书开始给吴小龙布置工作了 吴小龙带着知书分配的任务出发了 家里有人吗 照顾着家里面是顾客 看来还是要知书亲自图马 去庆里 马上来在举业会点火 去庆里马上来在举业会聚会一下 今天向大家宣布一个事 咱们出来了五小路 大学生五小路 被主要电视开 飞茶的一家的节目学足了 马上就要到比较参加 这个节目的录制 就五小路给咱们表演一个节目 说着两话一朵朵 人知书安排一件工的让你去做 就一只狗就把你吓成那样 那就叫五小龙怕狗 好 那五小龙现在告诉我们大家 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歌曲还是舞蹈 歌曲 什么歌 带来一首奔跑 这是狗给闹的 我现在觉得吴小龙可能有恐狗症了 奔跑 奔跑 刚才跑得够快 好了 吴小龙 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 今天要请你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 吴小龙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使用咱们小龙未经承认 照片 熟 漫游时间 看奇迹 就在眼前 等待夕阳 染红了天 皆冰着剑 去下心愿 水分奔跑 自由是方向 追出泪和善变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小的饭 也能远航 水分奔向 勇猛着翅膀 敢爱敢愁 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速度其实慢 心情是自由自在 希望终点 是爱情海 全地奔跑 梦在地海 我们想 漫游世界 看奇迹 就在眼前 等待夕阳 亮红了天 皆冰着剑 去下心愿 水分奔跑 自由是方向 追出泪和善变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小的饭 也能远航 水分飞翔 又蒙着翅膀 敢爱敢愁 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水分奔跑 自由是方向 水分奔跑 自由是方向 追出泪和善变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 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小的饭 也能远航 水分奔跑 自由是方向 水分奔跑 又蒙着翅膀 敢爱敢着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我梦想 漫游世界 看奇迹 就在眼前 等待夕阳 染红了天 皆冰着箭 许下心愿 一开始我就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 我们今天会有礼物送出 一份要送给我们的主人公 还有两份要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这份礼物就是我们非常6加1 要送给你的一份神秘礼物 梦想之门里面什么都可能有 送给我的 对 你猜都猜不到 来 开门 我小龙非常喜欢NBA 也非常的喜欢易见莲 这件衣服就是阿联在熊鹿队的时候 穿的9号队服 当然他现在转回到新泽西网队了 对 这上面是易见莲给你签的字 吴小龙加油 来 现在呢 这大背心啊 你都可以当睡袍穿了 太幸福了 怎么样 拿到这份礼物感觉怎么样 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勇哥感谢 感谢非常6加1 给了我这样一份惊喜 真的 我非常的喜欢易见莲 对易见莲想说的 想说点什么话吗 非常感谢 感谢易见莲 虽然说你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我非常看好你哦 希望你能够在NBA打得越来越好 祝你成功 好 谢谢吴小龙 我也希望呢 你能够今天有一个好的成绩 谢谢你 谢谢 那送给现场朋友的两份礼物 是什么呢 我喜欢阿联的举手 喜欢阿联的举手 来 准备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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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 我就说小孙范例 小孙啊 好 那现在呢 二连签名的这幅照片送给你 谢谢 来继续 张 叫 姜 姜 姜 你好你好你好 你叫怎么称呼 我姓于 于先生 于先生刚才激动的 向左边的女孩子亲了一下 马上成为我的妻子的未婚妻 好 那这份礼物就送给你了 好 谢谢 好了 我们热闹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第三号主人公就要登场了 正在播出的是中央技术来的 《飞强6加1不要走开往下而来》 事而狂放不羁 事而高贵大气 女农民和平在《飞强6加1》 上演麻雀变凤凰 不要走开《飞强6加1》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正在播出的是中央技术来的《飞强6加1》 我是怀疑 收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三号主人公 来自新疆的和平 和平一家四口 住在新疆沙湾县城一处租来的平房里 凌晨5点半 他只身前往县城的劳务市场 农忙季节 一个月中有半个月 和平都要去打短工赚钱 以贴补家用 由于时差的关系 现在当地的时间相当于内地凌晨3点半 招林宫的车还没停稳 大家就一拥而上 今天要干的活是打梗子挖水渠 饮水灌溉 跟身材魁梧的男人比起来 和平没有优势 和平 现在还想找着活吗 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因为现在田里的草都快出完了 需要的是浇水啊 机械作业 所以说还不太清楚 终于又来了个找除草林宫的人 双方商量过后 和平坐上了去田里工作的拖拉机 出草一点都不累 连根拔起来就行了 要不然呢 雨水一来 它就纷长起来了 最累的还是石棉花 我们背着两三个包 因为那棉花这么高 我们一天到晚要弯着腰 所以说石棉花是最累的 不过只要有活干 我觉得都不累 乐观的和平 连吃饭的短暂休息 也能给同伴带来快乐 现在花水是六个 每天干完门活下午 数钱那会儿 给我给工钱那会儿 我是最高兴的 不管是多是少 我觉得辛苦了一天 有一定的回报 心情挺舒畅的 还想到马上要回家 见到女儿了 见到老公了 见到儿子了 心情特别的舒畅 那时候回家 那感觉真好 那时候回家 来 我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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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谁不能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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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欢迎你和平 您好 永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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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宇哥 今天我见到你很激动 不要不要不要 来来来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有一个问题想问我 一直想问你 不过不好意思开口 你说吧 我想您的腿 是不是小时候在我们新疆 骑马骑的 你跑大老远到北京来 就要问我这问题 来来来 咱们说正经的 这个在短片当中看到呢 你每天在路边等着 别人来招你去用工 而且干很多的农活 但我很奇怪 你一开场的时候 这个韩武 这个韩武你是跟谁学的 我是跟碟子学的 跟什么 跟光碟 光盘 跟碟子学的 我还跟小伙子学的 每天大概工作多长时间 每天多的时候 差不多要干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是挺累的 那你这么累的农活 你丈夫就不知道 帮帮你的忙 我丈夫身体有点不方便 不能干宠物 重体力活 所以说家里的 一般搬煤气罐 还有地里的橱草 石棉花这些活 一般都是我来干 都是我来干 那让我们大家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和平 他们家里的情况 来 和平家里 有一本 夫妻二人共同书写的爱情日记 里面记住了两个人感情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感觉到他特别矮小 瘦瘦的 但是特别的精神 给人感觉特别自信 乐观那种 见到每一个人他都笑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乐观 积极 好学 而且在高个子面前 他一点都不自卑 1997年5月21日 平平 回到家 一进门 第一眼就想看到你 这才两三天时间 总感觉到真是度日如年 不管干什么事情 总是离不开想你 热恋的日子是甜蜜的 但和平的婚姻 却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祝福 嫁给我 他确实要重破这个阻力 为什么呢 我这个人 在常人来看 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患有残疾 又是离过红的身边 还有一个小孩 这下对他来讲的话 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偏见 确实对他太不利了 到我们结婚那头两天 我告诉他 我说爸我们家里 请一请吧 他说可以 我爸爸和我妈妈 我说坚决不能去 我二姐想去 但是我爸爸和妈妈 不能去 我早都说过了 他要嫁给徐光云的话 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你们坚决不能去 所以当时我们朋友 回来以后 我的心情啊 特别的难受 结婚典礼开始的时候 我的脸一直都是本着的 我想我结婚的时候 父母姐妹都不赖 我心里面特别的难过 婚后 和平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和平爱人所在的文化站 属于大集体编制 政府机构改革后 单位被解散 再加上一次投资失败 欠了很多债务 和平一家 因此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困境 我现在想起来 想都不敢想 每个月挣那么 三百多块钱吧 两百块钱都要去 给别人还账 剩下一百块钱吧 又要管孩子上学 吃穿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特别的艰难 所以我觉得生活 当时对我来说都没有希望 我就想和他离婚 想和他分开 到2001年的九月份 然后到房子以后 我就看到他写给我的日记 留给我电话 我心里面就特别难受 他说 萍萍 我的爱情 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看着你的照片 怎么也无法入睡 恨不得天快点亮 我立即飞到你的身边 此时心情有些激动 抱着你的照片 我都感觉好兴奋 从照片上都能闻到 你身上那熟悉的味道 你给了我许多许多 我好像是这个世界上 最富有的人 有点掉眼泪了 我确实对不起他 李正呢 从那次以后 我们俩聚在一起 不论是再苦 有一个烤饼 他都要分给我半个 如果有什么好吃的 他都舍不得 他先拿回来给我 我们家现在的日子是 芝麻开花 姐姐高 一年比一年好 两个孩子也长大了 他们也挺懂事的 我就想尽力把他们培养好 至少能培养成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家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的 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女生 包括他的感情生活 应该说也是一波三折 但是还好了 和平方才说了 乐观 他相信他们家里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好 现在我们就请上 和平的赵 有请 你好 您好 您好 来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怎么称呼呢 我姓徐 叫徐光勇 好 徐先生 在现任生活当中 往往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只要克服过去 就会有好的一个前景在前 对 那你今天特意要送给和平的这件衣服 能不能展开给我们看看 这是为了和平参加 非常6加1 我专门给他买了 据导演跟我讲的 这也是作为丈夫 为妻子买的最贵的一件 一条裙子了 我们想问问 这条裙子您花了多少钱 86元钱 也可能是最奢侈的了吧 86元钱 也可能是最奢侈的 虽然我们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 但是我至今又一致 我还没有穿过50块钱以上的衣服 非常质朴的一家人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有过不愉快 但我们衷心地祝福 你们两位呢 能够幸福地 长久地 白头到老地生活下去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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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们把一切都忘掉 马上就要是你的表演了 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 投屏 现在要请你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祝你好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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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